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想我们各个主要政党也好 或是在这里跟您做政策讨论的立委也好 我们都有相对完备的资讯 但是这一次的公投主要的战场 是对人民来诉求 他们没有清楚完整的一个政策资讯 更何况受到很多假消息的一个操作 跟影响下业 所以倒数40天 全民的元能会 到底做了什么呢 下一页 主委 迎战一个台湾的危机 四项公投 每一项都影响台湾未来的发展 行政院动起来了 不管我今天秀出来这一张 是到南台湾的屏东 院长 副院长 政委 经济部长 农委会主委 全部都出动了 不同意核四重启 元能会要站在第一线 没有人邀请您 还是您觉得您不适合站在第一线 第一个是没有邀请我 第二个我也觉得我不适合 你也觉得你不适合 为什么 我是独立机关 你是独立机关 你是政务官啊 今天你认述的每一项事实 我现在目前在遵循他的 就是飞河嘛 飞河家园 所以我在执行飞河家园该做的事情 是的 所以您不适合站到第一线跟元明对话吗 是的 我是觉得我不适合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是独立的机关 这件事情大有问题 全行政院里头 最能够去论述核四的安全与否 就是元能会的主委 如果您觉得说 您个人不适合去面对民意民众 我觉得大有问题啊 不是 我是一个独立机关啊 主委下一页 这就如同中选会一样 那公投的意见发表会 我同样也看到几个部会首长都站到第一线 那是他们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那当然人员政策是属于他们的犯 你可不可以多做一点 而不是一直觉得说 好像不关我的事 您说有关这一些假消息 这些曾经政策我当然都愿意 好 那主委 我跟您讲假消息 刚刚这么多的假消息 每一则都让人难以忍受 都是在要言祸重 都是在祸害台湾 用错误的讯息 那你可不可以提告啊 你可不可以多做一点啊 如果你都认为你不适合站到第一线 至少面对这种铺天盖地的假消息 你可不可以 be strong 那个 能不能我讲一句话 其实是有的 我有都有在 我们的法规都有 我都有请我们同论 可是问题我们 你提告了哪一则 你提告了哪一个 社团上 社群上的不实消息 甚至这些政党 我不愿意在这边 在这边 主委 因为 关键的40天 是 我们在解决台湾未来 无数个世代的生存问题 是是是 我觉得您这种 我不适合站到第一线 很多事情我们做了 对不起 不够 我也没有认为 看到你们的 这种坚强的意志 和安 没有人比您更专业 下一页 我曾经在2018年 看到一个全版的专访 是 就专业论专业 如果您 害怕第一线面对民意 也许您觉得 那不是你的场域 不是你的专善 那我认为 对媒体 作为一个全面性的 政策的论述 和安的 这些 原委 国际的经验 台湾的条件 我觉得继续做吧 2018年 这是4月30号 我看到一个完整 也是您上任之后 我看到一个非常完整 针对核四解封 台湾难承受风险 关键的40天 多做一点 就像这种专业的论述 下一页 多做一点 我看到所有的相关部会 在社群的作战力道 都如此的坚定 这是经济部 不管针对藻礁的问题 不管针对台湾 如果没有重启核四 会不会缺电的问题 每一个论述 一直坚定 有力 看得懂 听得懂 被按赞 被分享 都远远胜于 您的 现在的服务小战 其实我坦白讲 我去看原能会的 这个服务小战的内容 非常好 只有91个赞 64次分享 何其可惜啊 你们就要整座传出来 台湾 这样做出来 可是我看到的 就是软啪啪 我非常遗憾 今天听到您说 原能会主委 主管核安 我不适合 去跟人民做论述 那你还叫全民的原能会吗 我还是强调 我们是核能安全主管机关 主委 态度决定一切 我刚刚说的 那在社群的作战上 可不可以强起来 针对假消息 该提告就提告 您可以做吗 可以做 这个我都可以做 那刚刚范云委员 已经准备一堆了 我随便去收集了很多 你们可不可以主动去做呢 是我们会可以 这个完全可以主动做 就没有问题的 是的 剩下倒数40天了 针对假消息 该提告就提告 最后我很精简的整理 不要拿国际经验 我们在台湾 台湾地匣 人愁和废料无处去 核安事故无处逃 我们位于地震带 这是最新的科研发现 而且我们的核四 不安全也不经济 要再耗10年加恩 还要再花800亿加恩亿 而且他是一个拼装车 他封存已经这么久了 很多原厂的公司也解散了 那些机组装备也可能都不再能够重构了 何况他过去的公安事件 这么多 监委的七次针对 核四有五次是公安事件的纠正 简单明了 地下人愁的台湾 位于地震带的台湾 不安全的核四 不经济的核四 都让我们要清楚地向人民来论述 不同意核四重启 我希望原能会 do more 态度做出来 动作做出来 我今天对您非常失望 我们继续加油 是是是 谢谢 杀似市场 杀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